大家好,今天我想聊一下美国的过去 说起美国那一定得提到的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德国军队向法国的军队阵地内清泄了大概400多万发炮弹 扬言要让法尔登成为碾碎法军的嚼肉机 当时远在大西洋的美国人那时候的势力还很衰微 还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佛罗里达温暖的海滩上 美国人逍遥的躺着喝着饮料和啤酒 而当德国战略舰气势汹汹的冲入日德拉海域 将英国巡洋舰这个打退到海底的时候 美国西部牛仔正在悠扬的散步驰骋在草原上 他们这样做逍遥带来的他后边的繁荣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 每个人都有低谷也有高峰 在任何时刻如果忍得是一时的冷静 那么未来就会有更美好的前途 这句话说的是有道理的 美国就是这么一个闷声发大财的国家 这和我们的大领导的想法和态度是一样的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忍让了40年 带来了今天的繁荣是一个道理 等到协议国和同盟国两败俱伤的时候 大美国人隔岸观火才含蓄的走入了战场 压倒了德军最后一根稻草 也就是这么一个战后巴黎合会 美国想和央法一起瓜分世界 然而硬是被央法等国忽视了 鄙视了 认为他就是一个殖民起来的国家 现在仍然没有资格和央法进行对抗 而当时1894年 美国的工业产值就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了 而且美国在1777年就已经宣布独立了 这时候离他这个工业总产值已经是100多年以后了 可见美国当时的忍度是多大 不是美国我们想看到的现在的美国那么猖狂 当时的美国应该说他们也是在闷声发财 而且是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才有了今天的美国霸权 央法之所以看不起美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是战胜国 而同时代我们中国也是战胜国 然而我们并没有获得央有的利益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再加上之前德国的承诺 青岛本来可以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 但是在后来的巴黎协议上再次出现了波折 原来在会议上许多战胜国嘲笑中国的实力不够 根本就没有给他们过多的帮助 不愿意把青岛还给我们中国 而是让日本代理 这时提起了我们国内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示威游行 在战胜之后不仅没有得到好处 反而受到了羞辱 这说明实力是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硬道理 说道理还是国家实力太弱了 人家就在明面上这么羞辱你 你又能该如何呢 所以我们如何来能发展我们成为世界的强者 让二战友爆发了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哪怕外面打得天翻地覆 千疮百孔 美国仍然无动于衷 保持中立 先是借钱给央法打仗 又往两边倒卖各种军火和物资 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 苏联可能等熬不过1942年的冬天 有人说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苏联战争的努力结果 这个话不假 但是没有军事装备 那也是不行的 为了避免风险 欧洲各国都将自己的黄金搬到了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 让美国坐拥了当时世界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 后来才会有了金美元这么一说 到1941年的时候 央法联军已经弹尽良觉 奄奄一息 处于绝对的下风 派出350架日本飞机轰炸了夏威夷的珍珠港 从而挑起了美国参战 美国借着这个借口开始对日德宣战 这个时候 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成为了山巅之城 所有人的眼睛也开始注意到他们 这个时候美国一手捧着圣经 一手捧着不是宝剑 而是机关枪 正式对法西斯联盟宣战 这时候的美国开始有了工业的基础 工业的引擎全面发展 他们像下饺子一样 美国制造了30万的飞机 10万辆坦克 1500多艘军舰 光航母就有150艘 当然有一部分航母应该算作是护卫航母 他们是普通的船只改造而成 就是这样彻底扭转了局面 美国趁热打铁 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语重心长的召开了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邀请了44个国家的元首 当然我们中国也去了 咱们以后的国际贸易 要不要美国来结算呢 我们的金库里有很多美元 如果你们需要 可以用30美元换一行子的黄金 在座的各位没有人说话 央国开始想反对 但是央国已经炸的稀巴烂了 他想依靠美国来重建 所以也没有办法反驳了 二战的后期 日本被逼入了绝境 不论是男女老幼都要参加军事训练 全民结兵 时通交土对抗 最终两颗原子弹 让日本撤举失去了一人玉碎的信心 无条件的投降 二战之后 美国实行的马歇尔计划 就是要帮助欧洲重建 帮助欧洲重建 其实这一个概念 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布林斯顿森林体系 用咱们所俗称的金美元 这种金美元加深了欧洲 对于美国的依赖 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的货品 但是美国低估了 世界生产能力的增长 只能不断印钞票来稳定市场 也同样高估了每年的黄金开采量 导致黄金储备越来越少 再加上朝鲜和越南的战争 美国的军费开始不断的加剧 而国内的反战情绪的不断扩大 和失业率的不断拍升 最终美国彻底放弃了金美元的政策 欧洲各国在熬过最艰难的时刻之后 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既然大部分的商品可以自给自足 凭什么要用美元去购买美国货呢 欧洲开始了抵制了美元 他们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 戴高乐最先突击 用23亿美元换回了2000吨的黄金 他说美国的黄金储备严重不足 大家快去抢吧 所以各个国家都纷纷效仿 拼命挤兑黄金 不要美元要黄金 所以最后随着这个美联储的黄金储备越来越低 美国总统尼克松吉勒 急忙说美元不能兑换黄金了 历史上把这一事件叫做尼克松冲击 布莱顿三连体系至此发解